黄家全表示,目前距离全国大选还有一段时间,所以现在谈哪一名候选人上阵还言之过早。 无论如何,马华会尽力挑选最好的候选人上阵,尽管这并不容易。 随后他在以不点名的方式提醒蔡细利,无论是过去或现任的马华领袖都应该成就马华,而不是见缝插针,让马华难堪。 黄家全是在今晚出席几年佛教会的中秋晚会后发表谈话。 黄家全认为,唯有马华上下团结一致,才能够在来届大选中取得突破。 另外,针对一些国阵成员党领袖最近发表的言论是否会对马华带来麻烦。 黄家全表示,作为领袖应该言之有误,不能口无遮拦,毕竟伤害马华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。 巫统最高理事纳多斯里纳兹里早前挑战马华退出国阵。 部分马华领袖认为,类似的言论不会带来任何影响,也不值得作出回应。 NTV7 霹雳采访报道。